作词 曲 李农先生 作词 李农先生 你突然说你像扯银分开 可昨晚你还和我kiss goodbye 长大以后想起来还有点害怕 我说OK 各自回家 找爸妈别废话 你帅了我好不容易再次单身 我的爱情再次拥有无限可能 一切都变得太快 接受不来我用一个哭笑眼 是我不明心烦 好不容易再次单身 我的爱情再次拥有无限可能 那么的迷信刻骨 它到来不再过问 它到来变成一对不认识的陌生人 它到来的 哦呼 耶 嘘嘘嘘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秦小姐 你知道我今天找你什么事吗 您说吧 什么事情 那我就不绕弯子了 之前你看到负责医人 出这么大的麻烦 所以 我想让你离开负责医 巧了 我也是这么巧的 所以今天我来 是想和您谈谈 钱的事情 果然都说得锁了 都是钱的事 那就好办了 说吧 要多少 这些钱您拿去 然后让负责医离开爱责 秦小姐 你能再说清楚点了 我是真没听明白 我觉得富士 但是 对于酒店经营 并不感兴趣 不如我们各退一步 我要用这些钱 赎回爱哲的股份 你是说 这些钱给我 然后离开负责医 是这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啊 这些钱 有证实 紧帐医 我都是想看 会比天下人 有些雀 还好 什么意思 还不肯定 离开监督众 所以 你怎么了 很少人都对了 她是负责医吧 就凭你这几个手机 她同意我还不同意 怎么说话呢 你凭什么拿钱侮辱别人 还不吓我了 我 我 我的钱 起来 我没让你离开之前 这钱就不是你的钱 不 那些就是我的钱 你不要捡了 你干吗 你为了这点钱值得吗 那 那些都是我的钱 不 傅叔叔 你快要她解释 那些就是我带来的钱 那钱是景小姐用了 属和爱这股份的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呢你 现在信了吧 好 既然这钱是我第二次的 我就帮你捡回来 你要干吗 哎 哎呀 哎呀 小心 不用担心 我没事的 我是要你小心我的钱 哎 你什么意思 你们却拼什么叫我儿子 他认的 他解不是应该的吗 嘿 臭小子 人家不领情 你赶快让我上来 没解完不准上来 你 赶快上来 你命令谁呢 负责一 借钱 不借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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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讲究我啊 滚家 能不能帮我多找几个吹风机 我给你 啊 这 你在找吹风机啊 我找吹风机是用来吹钱 有时间吹头发 不如吹点重要的线吧 帮我吹这些 还吹这些 对我来说 你比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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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了我一晚上 钱我缺干了 我们可以签约了吗 负责医怎么没来 我跟您签约 他不需要在啊 我跟他已经好长时间没一起吃饭了 这何音改天再签吧 别别别别 你想和他吃饭是吧 我现在就打给他 让他过来 别别别别 我跟他吃饭 还得我请他 这到底谁是老子 来 吉小姐 你请坐 你陪我一起吃吧 好 来 点菜 不用 看起来这菜没点够啊 服务员 Santiago 我再减肥呢 还 服务员 夹菜 好 我看看 给我夹个这个 先生这个您点过了 就是这个 好啊 这个呢 这个 你也点过了 不至于吧 我记忆力有这么差吗 你说 哪个没点过吧 芝香 你怎么在这儿 亲爱的怎么样 我爸他没有为难你吧 我真想和你说你爸 怎么了 他欺负你了 你没关系 我在这儿 我去盖着手 不是 你有没有发现 你爸记忆力不太好 虽然他说他只是年纪大 但是我觉得 你还是带他去检查一下 比较好 金柔 金柔 跟你一起吃饭的老人家 运到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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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起吧 我 您的 我 医生都跟我说了 你是因为高血压才会晕倒的 你自己什么毛病应该清楚啊 要注意啊 你不想一想 是谁弄我生起才高血压的 对不起 我的错 哦 医生我已经送走了 既然老副总没有什么事 我先走了 我送你回去吧 反正他也不想看见我 好好说话 你还是留下来照顾你爸爸吧 走吧 走吧 别不想敌人来看我的时候 看见你在这儿 惹的祸还不够大吗 你真的要走 你爸爸年纪已经大了 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我不是要干涉你 只是我经历过 我不想你和我一样 好 那你帮我一个忙 这次我爸晕倒了 肯定会上新闻 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朋友过来看他 他也好面子 你说万一要是到时候 他谁都认不出来 多尴尬 所以我准备了这个相册 你帮我转交给他 你干嘛不自己给他 我过去只会惹他生气而已 你这相册做得也太粗糙了吧 封面那么丑 你看照片也不归类 找起来多难 你爸看了不梦才怪 过去 好人帮到底 我帮你重新做一个吧 我帮你 按年龄性别分类 这样找起来多方便 而且你爸爱面子 封面换成书皮 这样就看不出来啦 挺好看的 真是的 你们明明就关心着对方 就不能说出来嘛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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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音呢 小副总的电话打不通 你说 我这儿有儿子跟没儿子有什么区域 不过小副总留下了这个 给这个书干什么 请问傅先生 请问傅先生 老傅 老 你 你 我是老陆啊 来 快请坐 上茶 喝茶 到底是分别酒了 有点儿生分了 你还是喝啊 这啥 相册 老傅啊 你把我们过去的照片 都做成小册子了 我以为 那么多年不见都生分了 没想到 你还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同学啊 做得太好了 太好了 我好感动哦 原来老陆对茶叶过敏 臭小子 老陆茶叶过敏 来杯咖啡 我在国外啊 那么多年 就好这一口 那当然啊 我怎么会忘记 咖啡 大学那会儿咱俩关系最好 对啊 我们无话不说 老陆 谢谢你来看我 都保重 这么说 没车 我来去见老贺 我知道 您每天下班之后 风雨无阻 都会在这儿断练一个小时 所以特意过来跟您叙叙酒 如果你今天来身为你儿子求情的话 大可不必 老贺 我今天来不是来求情的 我来是想和贺莱珠宝谈合作的 谈什么合作 您看 这是我们打造的新商圈 我们富士集团成意邀请贺来珠宝进驻 而且永久免租 我们可以办一个跨界联名家具的新品发布会 富贺两家在商圈的地位 就会更加稳光 像你这种死要面子的人 今天居然为了儿子 能够做出这么大让步 这些年 我们富责关系太疏远 说到底 我对他的关心也不够 还是我对当老花的部队 爸 别忘了我从小学习马术 最擅长的就是驯服练嘛 这要说起来呢 捅书这么大的老子 我们家贝尔又是做得不对的地方 老贺 看在我们富贺两家二十年友谊的份上 我们还是重修就好啊 你 哥 你想清楚这分明这就是霸王合同 爸 你怎么来了 这什么 爸 这合同 我和老贺已经签了 谁都不要再提这事 哥 你这么做会影响公司的发展 关系到公司的利益 我对你太失望了 什么 妈 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失望 我不是这个意思 关键是 这合同 行了 我和罗医还有一话说 你先出去吧 爸 你怎么来了 你直接打电话叫我回家不就行了吗 也真是的 我的话你不听就算了 医生的话你也不听 臭小子 爸这是在帮你 害不得轻 帮我 您就照顾一下您的身体吧 老爸 老爸 这是喇喇 富士的未来还要靠你 我准备把我手上的股权赚上给你 还有 一举的事 干得漂亮 爸 这好像是我从来到大 你第一次夸我 有多说了不是 那也是跟你学的嘛 还有一件事 是关于景之下的 之下 谢谢他帮我整理了这个相册 谢谢他帮我整理了这个相册 爸 你怎么知道是他做的 这卡通交代 一定是出自女孩子的手 这一看就看出来了 你选对了 子依啊 我知道 你很在乎他 爱这酒店的股份 要员卖给他 你自己看着办吧 谢谢爸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为啥说呢 我爸说了 爱职的股份怎么处理 全部由我来做决定 那还有什么可聊的 你一定不会卖给我吧 说真心话吧 这股份我确实不想给任何人 但是如果是你想要的 我愿意全部都给你 为什么 之前的事 对不起 我愿意尽自己的股份 看在股份的份上 我勉强接受吧 那我是不是应该还要谢谢你呢 好色愉快 好色愉快 我们两个这样我数了 想什么关系 股东关系 我不要股东关系 我想要更进一步 朋友 朋友 不只是朋友 那是什麼 我 得先做個計劃 才能告訴你 你該不會 又要我陪你加班吧 你是這麼想我的 剛好我今天還有點事 給我一天時間 明天我請你吃飯 行 反正也就一頓飯 那明天見了 好 好 好久不見 好 你不用擔心 我來這邊過得很好 好 這是他學的第一首曲子 如果他現在活著 每天都可以跟我彈這首曲子 每次我聽到這首曲子 我都沒有辦法原諒你 好 滾 等等 把你的東西帶走 至於 你打破了 你的東西 太結束了 太結束了 但是 你要是 賣 是 你接不上我 阿姨 你慢点 你接不上我 阿姨 你慢一点 我接不上 脚心摔着吧 不行 我这儿就要不快 看你着不着不 阿姨 你脚心摔着 二叔 二叔 您呢 我向找他玩 你想找他玩啊 你去找啊 疯了吧你 你个孩子 竟有什么 别怕 哥哥来保护你 Res 世界力气 体力说 您吻 spacecraft що 继续 我们 发现 表示 裁ний 突 Colon 大 垢 北 抬ellschaft 干 一、一、一、一 河神医 你去哪儿了 我看不到你 我要这个和这个 先点 别上 因为还有人还没到 好的小姐 谢谢 这不是什么 进去吧 不用时间了 你出去 再点一叫 你看这个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你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法接通 谢谢啊 这位你拨打的电话 你再拨打的电话 负责医 都几点了 你现在才来 我过来替泽医道歉 他不肯出来 他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昨天是傅子林的忌日 他去祭拜之后 就不见了 傅子林 傅子林是谁 这件事 还是等泽医亲自告诉你吧 走 你这样干吗 等等等等 如果你们要钱的话 最近我因为刚买房子刚说是 我要的不是你的钱 只要你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我就放你走 你想知道什么 我要知道傅子林是谁 负责医生病是不是和他有关 那这个就是关于我医师道德的问题 但是但是 但是 但是 我跟你们讲个故事好不好 故事也很好听 这个故事呢 就是发生在二十年前 在二十年前的夏至 有一对傅家小兄弟 这个保护人 他是这个小堂弟爸爸的男人工 他为了报复这个小堂弟的爸爸 把小堂弟绑了 但意外 把小堂哥也给绑走了 后来啊 这个小堂哥很聪明 想要破窗 就想当机逃出去 但没想到 逃出去的时候 被车子撞死了 这个可怜的小堂哥 他的名字就叫傅子林 新闻还说 他是个天才钢琴儿童 原来 林就是傅子林 他们两个人 都经历了那么可怕的事情 是啊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合同 有三个明显的错误 这两个更离谱了 居然还有错别字 你告诉我 这个东西送到别人手上 别人怎么看到模糊似的 小副总最近你们遍得有点暴躁 就是啊 我马上拿回去复合 站住 我最后说一遍 从今天开始 我不想再看见这种低级错误 再出现 对不起 幸好爱心不在 还好没出啥子 还好没出啥子 傅子一 喂 你都几天没出来了 之下要我演你 我的快演不下去了 这新闻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也没告诉我该怎么办 这等一下回事漏线了 这咱们俩命不就负责一 你怎么对着镜子在讲话 那个新闻发布会不是我们俩开始了吗 我练一下 练习一下那个直词 咱们先喝点茶啊 我来把你出去 你去 盈儿啊 你这次来 二叔有什么能帮你的呀 我的诉求很简单 我就要他负责一给我下跪道歉 两家宣布战略合作那天 则一中途就不见了 虽然我大哥跟你们已经签了一项合同 但是最重要的 珠宝设计授权协议还没签呢 所以合同还没有实际生效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赶紧去找泽医 把这事办了 你说不然后边的这发布会该怎么弄啊 那他就是要下跪给我道歉了 开什么玩笑 泽医是我们副师的脸面 这跪什么跪影 那不道歉也行 我就告你们副师侵权 我看他有多少钱赔你 你还真让我们赔钱啊 我们两家还是要继续合作的 只要二叔你配合我 我只针对他负责一个人 这事也只能这么办了